现在我就在布鲁塞尔的一个公园里闲逛 我刚才看到很多布鲁塞尔的年轻人 皮肤是棕色,在这边谈恋爱跑步 然后我就忽然想到了这个世界的三种新人 他们可以说是拥有了大把的机会 中国在了两位,一个是中国的富二代和中国的官二代 还有就是欧洲的难二代 富二代和官二代,顾名思义大家都清楚 就是那些有钱人和当官人的孩子 他们有大把的机会赚的钱 还有就是欧洲的难二代,难民的第二代 难民第二代的这些孩子在欧洲出生或者在美国出生 他们就变成了新国家的公民 享受着优厚的国民福利 而我们这些外国人是没有机会的 他们拼的是政策 中国的这些二代们拼的是爹 总的来说呢 他们远远要比跟他们同领的那些同宗族的人 有更多的优势 这不能不说是社会的一种不公正啊 他们会议那些人 他们会议得更多的优势 他们会议得更多的优势